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总统拜登在会后 仍选择用约翰逊早前表示反对的特殊关系四个字来形容目前的美英关系 七国峰会成员国当中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已经抵达了康沃尔 与此同时 有社会组织在当地的海滩上创作了一幅画 有七G7领导人的巨型沙画 呼吁各国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倡议 台湾在10号新增263例本土个案 28例死亡 官方为提高裁减速度 将广社社区筛检站 并且鼓励厂商引进居家快筛 目前已经有两家药商申请 另外日本赠送的124万级阿斯利康疫苗预计下周开打 习近平10号签署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多项主席令 法工委负责人强调制定实施反外国制裁法是反击某些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迫切需求 需要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坚定不移 王毅10号分别和埃塞尔比亚副总理将外长德梅克以及布吉纳法索外长巴黎通电话 分别表示了中方支持两国维护国家安全 以及表达了中方愿意在抗击疫情方面提供帮助共度难关 今天头条一起来关注到七国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夕 英美领导人10号在峰会举办地康乌尔见面 就新大西洋宪章达成了一致意见 共促双边合作 美国总统拜登在会后仍然选择用特殊关系来强调目前的英美关系 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则表示 在北尔兰问题方面双方谈话进展融洽 但外界就认为这种融洽只是暂时的 七国领导人峰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 在英格兰西南部地区康乌尔正式召开 但在会议前夕 英国首相约翰逊同美国总统拜登已提前在康乌尔会面 此次峰会 英美两国领导人就新版大象宪章内容达成一致 这份宪章是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发表的政策声明为蓝本 涵盖八大领域以巩固英美之间的贸易旅游气候变化和科技联系 拜登在会后发表声明坚持使用约翰逊早前表示反感的特殊关系四个字 来形容目前的英美关系 谈及北爱尔兰问题问及拜登是否对英国施压 约翰逊表示双方对话融洽 英美关系有着巨大的战略重要意义 英美分析称本次峰会有意强化七大工业国之间的合作 共同应对中俄发展 英美尽管存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深厚的友谊 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任何嫌隙 北爱尔兰的问题一天无法解决 就一直会是英美两国的新投资 这是拜登自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 英国就是第一站 外界则认为如何强化这种英美之间的盟友关系形势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约翰逊而言 眼下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这次峰会 同美方达成贸易协议 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凤凰卫视许良陈勇伦敦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首次陪同总统拜登出访海外 他身穿的外套释放的信息也成为媒体的焦点 不少人更是拿来跟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做比较 英国作为西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 首相约翰逊和新婚妻子卡丽 在会议前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 欣赏康伍尔的海边美景 几间吉尔所穿外套藏着的信息引起媒体注意 吉尔别具新思的外套让人想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夫人美拉尼亚 2018年探访德州一处难民儿童收容中心时 也穿着一件外套 写着我不在乎你呢 结果引发争议 他之后承认是要回应左翼媒体和部分民众对他的批评 并非针对难民儿童 拜登和约翰逊会面期间 吉尔和卡丽带上卡丽一岁的儿子漫步沙滩 吉尔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 拜登当选总统后 吉尔坚持身兼两职 继续在大学教英文 拜登跟约翰逊谈起另一半 说两人都高攀了女方 约翰逊表示认同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 11号在英国的康乌尔召开 会议持续三天 目前与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尼歇尔都已经抵达 而与此同时 有社会组织在当地的沙滩上 创作了一幅画有G7领导人的巨型沙画 呼吁各国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倡议 西国集团峰会从11号起一连三天在英国西南部康乌尔举行 成员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议开幕前一天乘坐专机抵达康乌尔 特鲁多与迎接人员显单交谈后 向媒体挥手致意 随后离开机场 当天与会者之一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抵达康乌尔机场 英国外交大臣特使巴特勒到场迎接 这次会议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七国集团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 除成员国领袖外 会议也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等领导人参与 预料疫后复苏、疫苗供应等将会是主要讨论议题 与此同时 非政府机构呼声组织在会议举办地的海滩上 制作了一幅画有七国领导人肖像的巨型沙画 呼吁他们表态支持 有关国家和企业或免对新冠疫苗支持产权的保护 组织者表示 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进度远比发展中国家要快 不平等现象令人震惊 七国集团应该开放技术 让其他国家能够生产足够供应的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倡议 暂时豁免疫苗专利 遭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反对 认为豁免权不能促进生产 只会阻碍疫苗的后续研发 另一方面 据英国媒体报道 康沃尔一间接待了与会的德国代表团和美国媒体的酒店 因为有员工检出新冠病毒阳性 需要暂时关闭 酒店方面表示 包障员工和住客安全是最优先事项 酒店完成深度清洁后将会重新开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先过话题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邱镇海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邱先生您好 你好 这也是七国集团领导人将近两年来将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对此您有什么观察呢 对去年没有举行 去年应该是这个疫情 那么今年举行了 这几年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七国领导人G7峰会好像似乎越来越高调了 某种程度越来越重要了 这个大家去想一想十年之前或者十三年之前十二年十年之前 当时几乎没有人去关心这个什么七大工业国家峰会的 当然大家都要关心另外一个就是集团的二十国领导峰会 因为那时候是中美关系好嘛 中美叫G2 中美只要一握手全球的世界就搞定 而且中美当时说我们是responsible stay后的负责任的双方的股东 就把公司作为一个把全球作为一个公司 你是大股东我也是大股东 我两个大股东联机手来就能搞定 所以呢当时那个七大工业国家呢 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国领导峰会里面的 那他被二十国领导峰会吸纳是早晚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七大工业国家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富国俱乐部 是早年是在将近五十年之前成立的 1974年还几三年 当时还是冷战当中的时候 那七个国家包括日本还有包括加拿大 其他都是欧洲国家 那么随着冷战的结束 随着这个世界当时的这个中国的崛起 世界秩序日月重要 尤其是2008年 这个世界金融危机之后 没有人去想得到这个七个工业国家 还能够主宰世界命运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找到一个更加宽泛 更加平衡 同时由中美两国来主导的这么一个国际秩序 把这个七个国家容纳其中 但没想到的是最近几年这个事与愿违 这个随着新的国际这个争斗的展开 这个二十国领导峰会倒反而示威了 这几年没有什么人去关心二十国领导峰会 好像大部分的焦点都放在西国领导峰会 七国领导峰会当然是被炒作出来的 这首先是西方打引号说团结一起来了 尤其在现在特朗普下台之后 在拜登起来之后 拜登这个团队有意为之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二十国领导峰会呢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它本身是被炒作的一个现象 但被炒作背后是有人在炒作 有战略议呈在炒作 为什么有战略议呈在炒作 因为有需要在炒作 为什么有需要在炒作 这世界产生了根本的裂痕 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这个只是本身 这个只是现象 外表我们是看看秀 通过层层的外包装 看到最后的问题的本质 是这个世界的深层结构 正在产生问题 而中美两国几乎对此无解 于是才使一部分有战略议程 和战略野心的人去炒作 炒作 本来已经死回 已经冬眠了 这个七国领袖峰会重新死回复兰 是 好的 感谢邱先生 我们带来的分析观察 美俄领导人即将在16号举行峰会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方面希望商议 让两国大使各自重返工作岗位 而在美俄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驻俄大使已经离开了莫斯科两个月 而俄罗斯驻美大使 也已经被召回莫斯科三个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10号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 美国总统拜登 希望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峰会中 商讨让两国大使重返各自驻地 大约在三个月前 拜登在采访中称普京是杀手 导致俄罗斯召回了驻美大使安东诺夫 随后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也返回美国 美国国务院在10号表示 沙利文并非是被驱逐出俄罗斯 在美俄峰会结束之后 预计他将会在数周内返回莫斯科 普莱斯透露此次峰会美国机会表达关切 也会寻求合作 分析指出 如果美俄峰会之后双方大使能够重返各自岗位 这可能成为峰会唯一的成果 今年来美俄展开了多轮相互驱逐外交官的报复行动 2016年美国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和情报人员 并且在2017年关闭了俄罗斯驻旧金山和西雅图领事馆 俄罗斯也在2017年驱逐了大约700名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 拜登政府上任后 双方的制裁还在继续 外交人员人数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前美国资深外交官亚罗维茨表示 他希望此次美俄峰会之后 双方能够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运作恢复到正常水平 亚罗维茨认为此举并非是向俄罗斯妥协 恢复美国驻俄罗斯使领馆的正常运作 也符合美国利益 能够防止美俄出现误解误判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一华士顿报道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下一节环球聚焦 等您关注各地的疫情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再关注到台湾在10号新增263例本土个案 28例死亡 官方疫情中心为了提高裁减速度 将广设社区筛减站 并且协助企业自主快筛 鼓励厂商引进居家快筛 目前已经有两家药商申请 另外日本赠送的1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预计下周开打 台湾新冠疫情严峻 10号新增263例本土个案 另有28人死亡 这波本土疫情截至目前 已经超过1万1000人确诊 死亡人数累计349人 整体的一个病例 从发病之也好 或拆减日来看 整体它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向下的一个趋势 不过状态并不明显 状态并不明显 这明显要持续注意 台湾近期随机采验到阳性的几率高 各界担忧社区潜藏许多无症状感染者 官方疫情中心10号提出 社区广策的四项策略 包括广设社区筛检站 协助企业自主快策 导入诊所自费快策 以及鼓励厂商引进居家快策 在检验上能够更多把一些在社区里面 可能潜藏的病例 能够近处的把它 能够赶快把它发掘出来 已经在家快策下 还有两家厂商来提出相关申请 那我们会尽速的审查 能够让它尽速的进来 另外台湾自购15万剂 莫德纳疫苗 以配发至各县市 提供第一线医护和防疫人员接种 日本赠送的1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预计下周开始配发 提供一至六类的优先对象施打 包含航空机组员 长照机构人员 75岁以上长者 警察和军事人员都能接种 富王文是张绍兵杨文上 台北报导 更多台湾方面的疫情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正在新北市板桥车站的 特派记者蓝静图来了解一下 静图你好 陈子你好 面对28号即将到期的三级警戒 台湾疫情防控目前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 好了陈子 台湾目前是实施三席的防疫警戒 虽然官方表示呢 现在疫情有趋缓的态势 但是整个状态还不是非常的明显 也因此这个警戒到期之后 目前是没有规划要做降级的 不过也考虑说现在整个疫情还是着重在北部地区 南部地区疫情相对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所以也考虑说未来可能会依照各个县市疫情不同的情况 来做分级的管理 另外呢 因应明后天还有星期一是台湾的三天端午节连续假期 那官方就怕这个民众返乡的这个群聚情况可能会造成病毒传播的风险 也在交通运输方面进行了一些管制 其中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 就首度在疫情期间进行车流的管控 要求整个车流必须控制在过去一般廉价的百分之五十以下 而且原本凌晨时段是不用收费 现在也都要收费了 而在公共运输方面呢 包含火车高铁以及公共公路客运 也都要求乘客的座位必须要保持适当的间隔 而运载率呢 也必须要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而且如果民众如果要退票 也都不会收取任何的手续费 另外呢 在官方也统计了这一波退票的减幅和去年的端午节假期相比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了 而我现在所在的疫情最严重的新北市呢 市长侯友宜也呼吁公务人员要坚守岗位 不要返乡 而民众则是要减少采买 减少家庭聚会活动 借此来降低病毒传播的可能性 陈子 是好的感谢净土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广东省卫健委公布六月十号的零点到二十四点 全省新增九例新冠本土确诊病例 均为广州报告 另外更多有关内地疫情的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广州的特派记者陈瑞希 来了解一下 瑞希你好 你好陈子 可否跟我们介绍一下广州目前有什么最新的防疫措施 另外端午假期临近了 广东省整体如何防控疫情呢 好的 陈子 那么广州日前呢 是已经在全域十一个区展开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工作 那么目前呢 这项工作正在进入一个更加精细化的阶段 那么在昨天晚上的十点钟呢 广州市是再次发出了一个十九号的通告 是公布了这个重点领域以及是场所的一百四十四个地方 那么他就提醒民众啊 如果是你曾经去过以上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所去过的场所和区域呢 那么有可能出现这个接触风险 健康码有可能会变为黄码 那么出现以上上述情况的时候 必须要就近联系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 并且是立马要去做这个核酸检测 并且是配合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工作 我们知道在广东的中山市 日前也已经是完成了第一轮的核酸检测工作 目前结果都为阴性 但是当地的健康卫生部门也是表示担忧啊 因为目前呢 已经发现关联广州病例的一个密接者有十六人 那么次密接者也是超过了三百人 而每天从这个去过广州重点场所的排查人员 也有接近一千人左右啊 那么可能会出现像还未发病 或者是还未检查出感染者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 那么也是提醒民众切记不要掉以轻心 那么端午节也是将至啊 广州深圳和珠海等城市 也是相继发布公告 那么提醒民众要留地 留地过节 那么另外呢 也是提醒民众不要参加 例如龙州赛吃龙州饭等聚集性的一个活动 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十一点呢 广东省呢也会发 召开发布会 那么邀请卫健委 以及是教育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等相关负责人 来介绍端午假期期间最新的一个防疫情况 陈志 是 好了 感谢瑞希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另外再来看到香港商业电台的消息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 12到15岁的青少年可以接种复必泰新冠疫苗了 今天早上的9点起就可以在网上预约 最快呢 下个星期一就可以到24间社区疫苗中心接种疫苗 教育局表示正在考虑让接种率高的学校可以恢复全天的面售课堂 而教师如果没有接种呢可能需要接受定期检测 再来关注全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超过了1亿75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378万 印度单日新增病例再度超过9万例 累计确诊超过2927万 另外再有3000多人不治 累计36万3000多人病亡 美国新增过万例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3427万例 超过61万人死亡 巴西再多85000多例确诊 累计病例突破了1721万例 欧洲方面 俄罗斯新增11000例 累计确诊超过了516万例 而英国再有7000多人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454万例 土耳其新增6000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531万 南非新增9000多例 确诊总数也超过了172万 美国总统拜登 10号在英国的卡比斯被宣布 将会购买5亿剂新冠疫苗 无条件地提供给低收入国家 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表示将会在8月开始提供这些疫苗 并且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分配给90多个低收入国家和非盟 而英国首相约翰逊 则表示预计七国集团将同意 捐赠10亿剂疫苗给贫穷国家 实现2022年底全球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 我们再来看一则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 强生药厂最新表示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 将数百万剂的强生新冠疫苗有效期 延长六个星期 因为随着美国最近的接种疫苗的人数 持续的减少 当地的官员就警告说到这个月底呢 很多强生疫苗就要到达原本三个月的 有效期限了 而美国疾控中心的统据就显示 全国目前大约有六成四 年龄18岁及以上的人士 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总统拜登的目标呢 是在下个月的四号 美国独立日前夕 有七成的成年人已经打针 但是上个星期的平均每天 大约是有80万人接种疫苗 这个比两个月之前 平均每天接近200万人 是大幅的减少 另外再来关注到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10号分别和埃塞俄比亚及 布基纳法所的外长通电话 王毅与埃塞俄比亚副总理兼外长 德梅克通电话时表示 中方坚定支持埃塞维护国家和平稳定 坚定支持埃塞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埃塞战胜疫情 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埃塞内政 解决埃塞国内问题应以埃塞政府自身努力为主 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必须充分尊重埃塞意愿 更不应对埃塞实施单边制裁 中方愿为缓解提格雷州人道主义困难 提供积极帮助 首批粮食援助已经发运 德米克则感谢中方为埃塞方抗击新冠疫情 给予的宝贵支持和真诚帮助 赞赏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愿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共同捍卫两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震荡权益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王玉同布基纳法所外长巴里通电话时称 中部复交三年来双边关系快速发展 疫情发生以来双方相互支持 两国有意得到巩固和提升 中方坚定支持部方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 愿继续为部抗疫提供支持 同包括部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加快共同发展 希望双方尽快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为两国深化务实合作 提供新动力 开创新空间 王玉表示 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愿继续为部方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国家安全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愿同布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 维护共同震荡权益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巴里感谢中方对部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抗击疫情给予的大力支持 表示中方开展对部合作 守信众诺 成效显著 布方愿同中方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大力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台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0号签署了第84号等多项主席令 第84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29次会议于2021年6月10号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1年9月1号起施行 第85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 于2021年6月10号通过 限于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86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 于2021年6月10号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1年8月1号起施行 第8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 于2021年6月10号修订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1年8月1号起施行 第88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 于2021年6月10号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1年9月1号起施行 第89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29次会议 于2021年6月10号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2年7月1号起施行 第90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29次会议 于2021年6月10号通过 限于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 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由栗战书主持 会议已经表决通过了数据安全法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新修订的军事设施保护法 关于修改安全生产法的决定 印花税法 反外国制裁法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202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批准了2020年中央决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 栗战书指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和决定 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宣传解读等工作 抓紧制定完善配套规定 确保得到有效实施 栗战书指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各有关方面要全面实施好这部法律 努力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 栗战书强调 反外国制裁法的制定出台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加快涉外立法的重要举措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致力于与各国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但绝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 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对于各种制裁和干涉 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坚决予以反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遵循国际惯例 审议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为反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提供了法治支撑 要全面正确理解法律规定 适时运用法律开展强有力的反制裁斗争 加快推进涉外立法 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凤奥卫视综合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 在10号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出台的背景 主要目的以及起草过程当中的主要考虑 他强调制定实施反外国制裁法 不会给国家对外开放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坚定不已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和组织 不愿看到中国巨大发展进步的现实 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 利用涉江 涉藏 涉港 涉台 涉海 涉疫等各种议题和借口 对中国内外政策和有关立法修法议程 横加指责 抹黑 攻击 大折维护民主 人权等幌子对中国搞的所谓制裁 都是非法的 无理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较短的时间里 起草审议并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 这是反击某些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迫切需要 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 法律的出台和实施将有利于依法反制一些外国国家和组织对中国的遏制打压 有利打击境外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嚣张行径 有效提升中国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法治能力 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负责人指出 反外国制裁立法工作 遵循和把握好三项重要原则 一是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二是坚持急用先行 采取专项立法行事 三是坚持依法依规 借鉴国外相关做法 适用对象方面 反外国制裁法主要针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单边制裁 同时 这部法律也为中国在一定情况下 主动采取反制措施 应对打击外国反华势力 敌对势力的活动提供了法治依据 发言人说 制定实施反外国制裁法 不会给国家对外开放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也是坚定不移的 凤红卫视 综合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 在10号也解读反外国制裁法内容时强调 中国立法进行反制 与某些西方国家搞的所谓单边制裁 有着本质区别 是应对回击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遏制打压的防御措施 反外国制裁法共有16条 第二条和第三条第一款 重申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 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形是 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 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 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干涉中国内政的 中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了反制措施适用的对象 一是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 二是列入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 列入反制清单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等 第六条明确列举了三类反制措施 一是不予签发签证 不准入境 入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 二是查封 扣押 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三是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境内的组织 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同时还做了一个兜底性规定 即其他必要措施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采取其中一种或者几种措施 也可以暂停变更或者取消有关反制措施 第十条规定 国家设立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 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工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 按照各自职责和任务分工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措施 反外国制裁法规定 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的反制措施 违反规定的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限制或者禁止其从事相关活动 任何组织和个人军部的执行或者协助执行 外国国家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违反规定的 中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其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 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英国政府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罔顾事实混淆是非 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在10号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批评英方无视香港形势趋稳向好 民心思安民心思稳的事实 却打着人权民主法治幌子 公然干预香港事务 为违法犯罪的反中乱港分子说向开脱 对特区司法案件施压干预 发言人指出 香港回归之后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特区的法律依据 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不是中英联合声明 英方假借中英联合声明 妄谈所谓对香港的责任 纯属歪曲历史和法理的胡搅蛮缠 发言人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奉劝英方看清历史大事 放弃殖民旧梦 立即改弦一辙 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再来关注财经消息 华尔街股市在周四收涨 纳指崇上了14000点 标普把指数更是创了收盘新高 美国5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虽然创了近13年的新高 并且大于市场预期 但市场更是倾向情况属于短暂性的 摆脱了对通胀上涨的担忧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34,466点 涨19点 涨幅为0.06%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4,020点 涨108点 涨幅是0.78% 标普把指数收报4,239点 涨了19点 涨幅是0.46% 详情我们来看 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今早小幅高开 全天维持上涨行情 标普把指数创下盘中新高 倒指在今天的涨势较窄 另外在今天 投资人关注的是 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创下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显示出美国的通胀压力 是进一步的升温 另外投资人也是在进一步的 关注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动向 另外在道指方面 今天道指盘中多数的成分股 都是全天维持涨幅 尤其是生物药类的个股 和科技类的个股 像末砂冬之药 昨天就是领涨道指 今天是继续领涨道指 上涨超过3% 同时包括强升以及科技股 微软英特尔等等 今天的涨势都是比较明显 另外道指盘中今天表现欠佳的是 能源类个股和工业股 同时金融股也是普遍的走低 另外在标普外指数方面 易保板块是全天领涨大盘 涨幅平均都在1%以上 同时今天科技板块 电讯板块都是涨幅居前 另外传统的币线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 房地产板块 都录得了比较明显的涨势 那么消费品行业板块 在五盘过后是普遍的走高 今年有三个行业板块 是全天维持跌幅 其中包括工业板块 云塞拉板块 以及金融板块 黄金期货价格 今天都是小幅收涨 约0.3% 美元指数全天维持下行 以上就是星期四 美国股市情况 封号未试成轻微 纽约报道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其他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云南 楚雄州双百县 在10号晚间发生了 李氏5.1级地震 暂时有一名人员受伤 其他的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 地震在晚上7点46分发生 震源深度8000米 云南省地震局表示 双百县 新平县和俄山县震感强烈 昆明市有震感 地震发生一刻 有居民家中的吊灯出现了大幅度晃动 也有昆明市民在家中 收到了电视弹出的预警信息 双百县消防救援大队 随即派遣人员赶赴镇中核实灾情 交通电力通讯设施暂时正常 没有发现房屋倒塌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昆明支队 楚雄住房队伍 也已经出动救援力量 赶赴灾区一线 云南北迁亚洲象群 仍然在小范围的迂回迁移 并且持续的在玉溪市 一门县石阶香活动 玉溪地区过去两天持续的降雨 却为象群带来了惊喜 10号上午 他们就在当地的一处泥浆地 玩起了雨中红泥浴 在泥塘当中翻滚 显得十分的开心 而象群在上午一直藏身在山林中 直到下午4点半左右才下山 到居民的田地里进食玉米和甘蔗 至于离群的攻向 仍然在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的密林当中 并且开始有向南移动 和象群的距离缩短到不足12公里 当局继续加强监察 当日总共投入了人力超过1500人次 出动车辆370辆 无人机11架 疏散民众2560户 8367人 并且根据象群移动方向 开挖防向沟 引导象群继续向西 向南迁移 云南北千象群 持续在玉西市 一门县十街乡活动 离群的攻向 仍然在昆明市的安宁市 八街街道的密林内 但是和象群的距离正在缩短 本台记者也驱车前往现场 近日昆明及玉西地区连日降雨 部分村庄道路石滑泥宁 省级指挥部针对象群和离群 独象活动所存在的隐患 在安宁 意门和静宁地区合力不防 实行了道路管制措施 在进入意门县十街乡的各个入口 均设置了毒卡点 沿路可见扎堵车 目前现场指挥部 一方面密切监控象群动态 研判迁移路线 实施隔离伪党 投位向时 另一方面继续引导象群 向西南迁移 所涉及村庄的村民 也接到了村委会的通知 注意安全 避免人像冲突 村民表示 对大象的到来感到好奇 同时理解政府工作 愿意积极配合 大象过来嘛 好了嘛 我们从来不见过大象 就喜欢看看了嘛 嗯 给又哪儿担心啊 或者是去看 不担心嘛 政府 那么村委会已经通知是 那么一个叫 半岛楼上住 不要再调除 那么一个 不怕发生人像冲突 那么一个通知了 造成破坏 怎么不怕政府会 给一定的配上呢 因为都是 包袱当务 在我们国家时 所以是 这东西是 人人的珍惜呢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玉西市一门县 十街乡 是吃野生郡的地方 而当地老百姓开玩笑说 大象怕是吃多了蘑菇 走不动路了 调侃之间 我们可以看出 人们对于大象的到来 是喜闻乐见的 而村里的旅馆 也住满了人 一些呢 被乡政府包了下来 为的就是防范 全国而来的追向人 这些不防措施 其实也是为了 更好的保护大象 目前人向平安 后续的情况 我会进一步关注 黄卫视记者 申小蕾 云南报道